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和大家追蹤一下香港的娛樂新聞 受到第五波疫情影響 原定在1月6日至10日 入13日至15日 共百場紅館舉行的張敬軒 The Next 20 演唱會 早前已經宣布要延期至5月舉行 但因應政府宣布的表演場所會繼續關閉 主辦方應往娛樂宣布 演唱會會延期及保場安排 都會延至今年4月下旬再公佈 並為持票的觀眾提供兩個方案 第一是在2022年2月24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 或之前申請退票的退款 或者保留演唱會的完整換票連同票根 留待主辦方延期或保場詳細資料再另行公佈 而相關公佈就會在2022年4月下旬公佈 已購票的觀眾 亦可密切留意英網娛樂官方的網站 Facebook和Instagram 英網娛樂感謝各方多個月的內心等候 並承諾會繼續努力 希望大家保重身體做好防疫措施 避免不要去一些人多的地方 減少社交接觸 亦令到疫情可以逐漸受控 令歌手可以儘快與各位惡迷見面 另外CO Star成員 陳健安安仔 他在上週四 即是2月17日 透露自己已經確診新冠肺炎 而近日的情況亦好轉 連續兩天的快速測試都是情陰性 他亦在Instagram報平安 他說雖然已經沒有喉嚨痛 但仍然有一些溫溫頓頓的感覺 好易眼粉而且眼腫腫 在中醫師的要距離診症之下 安仔一直都是透過清淡的飲食 和服用中藥去調理身體 連食水果都好講究 他說水果要浸暖才好吃 醫師說不希望令喉嚨的微絲血管收窄 防止病毒會即刻攻擊 與此同時他亦公開了3個舒緩喉嚨痛的秘訣 而安仔過去11天 他都沒有吃煎、炸、焗、油膩、冰冷的食物 除了中藥之外 大部分時間都是吃一些做米粥 或者有時候加南瓜 另外亦都會吃一些薑、蒜蒸的三文魚和煮菜 水果方面 安仔就會選擇藍莓、士多啤梨、蘋果 不過他強調進食前可以先浸暖 安仔更加形容喉嚨痛才是打大佬 究竟他是怎樣舒緩的呢 他用了一些暖的鹽水去洗鼻 浪口隔一個小時會再泡一些綠茶 然後去浪口重複以上的動作 最後安仔會每天噴風膠三次 並含著天然的蜜糖兩次 蜜糖要慢慢吞下去 令到喉嚨會比較滋潤 另外小編也有一個推介 雖然我不是中醫師 亦都沒有一些很專業的判斷 不過大家可以試一下去喝羅漢果茶 因為它可以令到你的喉嚨是止痰 沒有那麼容易起痰 還有它是可以潤肺的 所以其實令到你潤喉和潤肺 但我們在這個天氣裡面 都不會那麼容易感冒 或者是有一些喉嚨上面的炎症 或者發炎等等 另外王子華和潘燦良合演的舞台劇 最後禮物 早前亦宣佈全數40場會延期至7月舉行 主辦方英王娛樂在2月24日再公佈 因應政府宣佈表演場地會繼續關閉 所以延期和補償安排會延至到2022年4月下場再公佈 在此期間主辦方亦會對現在持票的觀眾提供以下兩個方案 就是在2022年2月24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或之前申請退票的退款 或者可以保留舞台劇完整的滿票連同票根 留待主辦方之後再宣佈現期或補償的詳細資料 相關的安排會在4月下旬公佈 而已經購買的觀眾亦可以密切留意英王娛樂官方的網站 Facebook和Instagram 除了是軒仔和王子華的表演都要延期之外 香港電台都宣佈因應疫情嚴峻的情況 港台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合作 原定在4月3日舉行的香港金曲頒獎典禮 2021至2022將會延期 而新頒獎典禮的日期亦會是另行通知 有不少的表演包括戲院都因疫情而關閉或延期 希望香港疫情可以盡早受控制 一眾的惡迷和觀眾都可以看到自己偶像的表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可以按訂閱 按鈴鐺就不會錯過正常的片段 我們下次再見吧 拜拜